这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鬼修城 据说是由小鬼使用怪力 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这应该是咱们中国很少见与鬼有关的传说 这个传说就和这座大殿里的皇帝有关系 就是刘秀 乡村刘秀还未做皇帝之前 遭到了王莽军的追赶 所以说在河南等地流传了很多王莽碾刘秀的故事 您知道哪一个写在评论区里面 据说当年刘秀被追赶了三天三夜 人窥马乏来到这里休息了下来 没想到王莽的探军就像狗一样探到了这个情报 准备五更十分就要抓捕我们的汉光武帝刘秀 这还得了 因为根据百姓来讲 刘秀可是未免之子 千远之子 他是下凡来让历史回到政委里面的 不能够牺牲掉 太白猩猩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于是就赶紧拆使当地的城隍爷 带着土地爷给他铺了一万八千名小鬼 让他们在这个地方 五更之前一定要修建起一座城池 第一株王莽大军的骚扰 但是由于工程量太过巨大时间又非常紧急 这小鬼啊就像卫生纸一样非常的不经用 到了四分只剩下了六七千个 好在这个城马上就要完工了 土地爷担心伤亡过大没办法交差 于是呢就窝在墙角 咯咯咯咯咯咯咯 他学鸡叫整个南顿的鸡呢 误认为天亮都叫了起来 小鬼们四散而逃 好在城墙在最后一刻还是修建好了 探子都惊待了 大王 不不不 我昨天看到的只是一个营仗而已 今天怎么是一个大城了呢 不好 前面有埋伏 肯定有上天的资助 怎么办 王莽大军直接后退 五十里 放过了我们的汉光武帝刘秀 所以说刘秀做了皇帝保卫以后 感念这个事情的恩情 就在这个地方修建起来一个非常豪华的宫殿 当地百姓也觉得很神奇 就把它称之为了鬼修成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了 世间哪有鬼 唯有人作祟啊 这个地方官方学名南顿故城 它的历史可比王莽碾流秀要早得多了 两千多年前 这个位置曾经有陈国相国 还有一个顿国 顿国只是一个四等的小国 随时面临着被其他大国的兼蔽 于是国君非常的忧愁 悄悄地搞了一项神秘工程 举国搬迁到了这里 因为位于故国以南 改名为南顿国 由于它出现的比较神秘 又比较仓促 很多百姓没有见过这个城 久而久之就传承了鬼修成 对此 quando石川秀 国能借 saliva 我们 теперь有钓泣泣泣泣泣泼